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趁有时间 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 粉底的测评和个人的使用感 那今天会说到 六大不一样的粉底品牌 都是专柜的粉底液 做这个视频就是为了 给你们做一下买粉底的参考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个人的使用感受 就不要攻击我可能有的时候就因为 每个人的肤质啊或者对粉底液的要求 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我最不喜欢的那一个 是有些人觉得用下来效果最好的那一个 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会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粉底液说下去 然后就最后一个是我用下来 效果感觉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一个 第一个我会要说到的呢 就是这个 迪奥新出的叫 精粹再生花蜜粉底液 这一个其实 我上个星期才去Sephora问了 北美还没有上映 然后Sephora的人说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上映 就是还没有上这一款 然后就我问他什么时候 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没办法 所以这一款呢是我 一月的时候去泰国旅游 在泰国的免税店里没有看到 但是就是我试下来 我这一瓶买的是10号 就是它最白的一个颜色 那我试下来觉得10号 11号都OK 但是10号更白 11号会有点黄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 你们有没有10号 他说 我找一下 找了很久 他跟我说 我卖完了 那我就说 那11号也可以 但是他说 就是11号也没有了 就是说这一个已经断货了 然后就是这一个呢 他有同一个系列 还有出一个粉底霜 我就问他 那粉底霜和粉底液 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粉底霜 看上去的妆效会更厚一点 我喜欢遮瑕力比较好的粉底液 因为我脸上会有一些雀斑 但是就是说 就不喜欢太厚 所以说 那OK吧 所以我这一瓶呢 是等到 我从上海回纽约的时候 在上海的免税店里面买到的 折合下来呢 就差不多 是将近100刀美金吧 这是 可以说这一瓶 是我买过最贵的一瓶粉底液 我当时真的是很下心 就觉得他的包 一开始觉得他的包装 真的很深得我心 就做得很有质感 就是金色的这样子啊 就是整一瓶就做得很有质感 因为我就说 第一瓶我会说 是我最喜欢的 我用下来 用到现在 如果我是 今天我是需要上课 然后结束以后要去上班 那我一定会选这一瓶粉底液 因为他整个妆感是 很透 很滋润 可是他很持久 就是 可能 到了下午 六 就是你上妆以后的六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 就看你个人肤矿 就是 我是梯子区这边会有一点 特别是鼻子这一块 会有一点点斑驳 但是没有说化妆化得很厉害 就是稍微补一下妆就可以了 但是暗沉也还好 然后用下来卡粉什么的现象啊 也已经是很好的 一个妆效的感觉 我觉得很值得 一百刀去买一瓶这个粉底液 如果 如果你没有机会 就是说北美如果还没有上 然后你们有机会去 亚洲地区的 就是免税店的话 你们一定可以考虑这一瓶 那接下去我要说的呢 YSL的超模粉底液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超模粉底液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半瓶了吧 就是差不多每一瓶粉底液 我都不是说用了一次两次 我就拍这个视频告诉你们 然后这一瓶粉底液呢 我记得是60刀 还是62刀 反正加完税也就 70刀不到 60几刀 那这一瓶粉底液呢 它有好有坏 就是我觉得它是 其实它妆管蛮重的 但是它又蛮滋润的 所以说不会 卡粉卡得很厉害 但是它就是等到下午的时候 它会T字区 就是暗沉会挺明显 就是额头上面的暗沉会蛮明显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我觉得这一瓶也是 算 就是性价比 它的价格跟它拿到的那个 在我化妆的时候 我觉得它们是很 就是说是符合的 接下去要说的呢 就是这瓶 其实Dior的这瓶 Star 星光还是星辰 反正就是Star的这一瓶 然后我买的呢 是不是磨砂 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 一种是磨砂妆效的 然后我买的就是普通的 因为我觉得平时 个人经验来说 我觉得磨砂妆效的 妆感的看上去会比较 会比较干 然后我又有用那个 定妆散粉 所以我就想说 我买普通的就好了 因为上了定妆散粉以后 它就已经是磨砂的 妆效了 那为什么这一瓶会 我其实喜欢这一瓶更多一些 那为什么会把这一瓶放在 Wild Sale的那一瓶 巨模超模 超模粉底液后面呢 其实我更喜欢这一瓶的妆效 但放在后面是因为我自己不好 因为当时我是犹豫了很久 去买这一瓶 我就是在犹豫它的色号 我不知道 我应该买 10还是15还是20 因为YSL的这一瓶 我用的是20 然后它的颜色是刚刚好的 我就想说 然后我夏天的时候 晒得蛮黑的 就是9月份 8 9月份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买208 然后买回来以后就发现 哇靠 少脸 就是 有点 黑黄黑黄 但是呢 就是冬天 我用了以后 我搭配了那个Tarte和Nurse的 那个遮瑕去打亮以后 就觉得 妆感出来很好看 就是 但如果你单单用这个20号 就是像别的 我都是用白1白2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太深了 但是它整个hold妆的妆感 和持久度是比超模还要厉害的 这是有一句说一句是比超模还要厉害 所以我喜欢这一个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有点 我选错了色 好下一次 这一瓶我是一定会回购的 这一瓶它会排在第三个 是因为它的颜色我自己选错了 但是它的妆感真的很持久很好用 那后一瓶呢 是Lanko的 Lank S Brought 这一个我买的是白盖的 就是它也是超长持久度啦 然后 而且它的防晒也很高 它用SPF50加PA++的防晒 我觉得现在出的粉底液 就是很少有防晒 有SPF50 大部分的粉底液都是20%到30%这样子 然后这一瓶呢 我买的是001号 就是也是最白的一个色号 为什么它会排在第四个 其实当时我是看到 其他的YouTuber有推这一瓶 说这一瓶真的妆效很持久 遮瑕度很好 所以我当时就心动了 我就想说 不如买一瓶Lanko的来试一下 然后我就去了 就是也是去泰国的时候 免税店里面买的 但买回来之后我用完第一次 其实大部分的粉底液 都会有一点点卡粉的现象 但是这一瓶真的是 我刚上完妆 我刚把整个妆化完 再去照镜子 就会发现我 发令纹这边已经开始卡粉了 我鼻子这下面已经开始卡粉了 我额头上已经开始有 就是抬头纹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就 真的不是用每一瓶粉底液 都会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感觉的 就是 我妆前保湿做的还蛮好的 但是这一瓶真的是卡粉 怎么能这么干 我就想说 就可能真的是 干一点的粉底液 会比较妆效持久一点 但这瓶真的 真的显了我的纹路 好明显 它是可以持久的 但是它真的妆效太干了 所以 我没有那么经常会去用这一瓶 那今天要学校说的呢 就是这瓶 Mac Pro Longwear Foundation 那这一瓶 是我在 Thanksgiving的时候 然后Mac 官网上好像要打 25% off的这个扣还是20%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OK那我买一瓶回来试一下吧 因为其实Mac的 Mac的 其实Mac的化妆品 我还是蛮喜欢的 就是它做的还蛮用心 价格又蛮适合的 我买回来了以后呢 我就想说 OK Pro Longwear 对不对 其实它的妆感也是蛮滋润的 就是妆效蛮好的 但是 它没有很Longwear我觉得 差不多三个小时吧 两到三个小时 鼻子这边就开始 好像卡粉褪皮的那种 就是会让你皮肤看 然后鼻子这里的皮肤看起来 是一块一块 就是你不能细看这个妆 就你远远的看 它妆效是很好看 但是你一细看的时候 就是鼻子上面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我鼻子上面 又会有比较多的那个雀斑 就真的好明显啊 然后就 其实我还蛮失望的 对这一瓶 然后再接下去呢 就是要说两瓶让我很难过 让我用了两次 我真的一直想要去尝试 好好用它 因为网上面对 我接下去要说 叫两瓶粉底液啊 半半的这样 就是有人好评 是好评到很好 可是有人不好评 就是有人不好评啊 所以这两瓶我买的时候 我真的是犹豫了很久 我去买 买回来以后 我真的是 感爱感恨 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说服我自己去用它们 但是第一瓶就是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开始 这一瓶粉底液就可以让你绝望一整天 真的是可以让你绝望一整天 不管 就这瓶粉底液用了以后 不管我 妆前 保湿 或者 用散粉 就我平时用我最喜欢用的散粉 可以最持久的散粉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hold住它的底妆 就是 没有办法 它会让你斑驳 暗沉 浮粉 特别是浮粉这个现象 特别是嘴巴旁边这一圈 鼻子 额头 然后这一块 居然能让我脸的 脸颊这里 就是 不应该那么容易浮粉的地方 不容易脱妆的地方 它都可以让我变得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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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瓶真的是让我很绝望 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用它 我不知道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瓶粉底液真的 我没有 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任何粉底液 但它真的很严重 浮粉 卡粉 然后会斑驳 会 就是连脸颊都会变得脱妆 打住 你们自己体会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试它的话 你们自己体会 就 我是T字区还算蛮 我是T字区游击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是干肌 我觉得可能还合适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是T字区是游的 或者说你是整 全脸都是游击的话 混合肌 千万千万不要去浪费钱买这一瓶 好 接下去我要说一瓶让我很绝望 让我最绝望的一瓶 它也是网上有人好评 有人差评 差评到很差 然后好评到有人真的很喜欢它的妆感 Nurse的 它说是妆感是轻妆的那种粉底液 也就是说让你妆感看上去不重的那一种 就这一瓶上完了以后呢 其实它妆感也没有很轻我觉得 但是相比之下就比 巨膜和Lanko的那个要轻一些 但是也是上完妆以后 到下午 三四个小时开始 它比Two Faced的那瓶还要夸张 它会让我整张脸看上去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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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斑驳的很厉害 斑驳到让我 觉得那一天很自卑 让我觉得很难过 就是 其实这一瓶 我真的没有办法按上它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它 就是 我有试过好几 你们看这一瓶粉底液 其实我有用到这个地方 就是 算是有用到三四次吧 我真的没有办法爱它 它真的 斑驳了以后它会暗沉 斑驳 脱妆 就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在这瓶身上 急于一身 我真的好难过 所以 如果你是混合机 或者有机的话 请你不要选择这一瓶 如果你是连之前 我推荐的那前四瓶 你都没有办法 hold妆在脸上 比较持久到 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话 Nurse的那一瓶 和Two Faced的那一瓶 就是最后的那一瓶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或者说 你对自己 画底妆的手法 或者说对自己的皮肤 特别有自信 那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质量瓶网上 还是有好评的 但对于我 我真的不肯 我真的受不了 它们斑驳脱妆 的很明显 就是 补妆都补不上去的 那一种明显 都盖不掉的 那一种卡粉 然后看上去 你皮肤就很干 然后会感觉 特别是梯字区 就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粉底液我已经说完了 但是就是 其实具体使用的状况呢 你们还是要按照个人的肤况去决定 但是说 Dio的那一款新书的那个叫 精粹在身 花蜜粉底液 你们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妆感 还有它的持久度 真的 一天12个小时 我甚至有的时候是 早上8点的上妆 一直到晚上12点下班回来 我中间补一次妆 它都没有很夸张的那种脱妆 就 很完美 一百刀 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 我现在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找 找 亲朋好友 从亚洲回来的话 帮我去免税店里面买一瓶 再 再囤着了 所以 OK 今天是一个蛮长的事情 希望你们可以 Enjoy我 对 这些 专柜粉底液 自身的 测评和 个人的使用感 拜拜